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飞碟早餐 庞香龙权威掌厨 我们现在看几条的几条的新闻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虽然我之前没有特别特别准备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讲讲酒驾 那相关的这个这个这个修法的草案已经出来了 那酒测值0.25 就会没收你的车辆 这个没收可不是只暂时扣下来 充公的意思 酒驾累贩如果呢 又又又致死 因为酒驾的累贩率很高 你千万不要有说 已经被抓了一次了 下次就乖一点 不就酒驾这件事情 人啊人有时候 嗯 第一个就是说 喝酒的时间了 有的时候没着死 因为常常 OK你开着车骑着骑着车 但是到了到了 到了什么时间 突然接到朋友的地方 哎来来来我们在这边吃饭 你要不要过来一下 好那就去了 去了之后本来并没有想喝 就去了之后哇 气氛太好了就开始喝了 喝了之后怎么办 喝了之后 有的时候呢人已经喝到喝到喝到忙了 反正就继续开了 有的时候呢是 虽然还没有忙 可以想要赌赌运气 就自己开车 酒驾累贩害命啊 最重的判判死刑 对了 这个 酒驾害命这件 这件事事情 曾经一年夺走非常多啊 台湾的人命 那现在 这些年呢当 当这种雷厉风行 像我昨天晚上和家人吃完饭 吃完饭之后呢 在在在路上呢 也碰到酒驾的零检 通常会会设这个酒驾的零检的检查点的 那个大概你看到的时候呢 你都都都都跑不掉了 那个大概不会有路让你跑 好了那那换句话说呢 这两天 呃在放假日的时候 那昨天是星期三呐 呃在放假之前 可是OK 我发现我在 我在这个平常平常经过路上 平常不太会碰到这个检查点 那现在呢都有都有这个 就是说呢 在酒驾的零零检地方 表示最近 嗯 风头 就是你你最少说 不打情不打烂 你最少对于 现在呢正在大家呢 就是说的雷厉风行抓酒驾的 这个时间点 你要有点解决性 好那 这种 法务部呢 昨天呢就呼应了这个外界要严惩酒驾的声浪 公布了刑法 有关酒驾造势的修正草案 修改刑法了 那全面加重了酒驾的刑者 那将这个 你你如果可以看到 看直播 我们在直播有168位的观众 那那这个 他上头提到就是说 我将酒驾制人与死的行度 从现行的三年到十年 调高成五年到十二年 就各调高两年了 目前 酒驾制人与死的行度 最少三年 最高十年 但这个行度呢 在往上修 修到呢 五年到十二年 然后 酒驾制人重伤者 从现行的一年到七年 那调高成的三年了到十年 好那 这样子的一个处罚 能不能有恶主的效果 会啦 多多少会有恶主的效果 那我只说 因为这种的累犯了 他确实需要 需要一些的 因为多半都已经是病 就是说这种 酒精成瘾 看到酒啊 挡不住啊 然后喝茫了之后 而且每个人喝茫了之后的 这个就是说 理智断线的情况不太一样 每个人喝醉酒之后的姿态 各自不同 我都之前讲过 我有朋友呢 就是 就长得 长得这个 又高又帅气 气质又好 那平常 平常他讲 平常讲话呢 非常的有调理 然后 然后 一副这个 保读诗书的模样 我的我的 我的朋友了 一喝了酒之后呢 那不得了 只要他一醉了之后 只要醉了 就一定就开始哭 大男生 你也不知道 他在哭什么 也不是什么 想到什么 什么 什么伤心的事情 反正呢 只要一喝醉了 就开始哭 哭的那样子 一把鼻涕一把一把泪的 然后呢 整个脸呢 就是鼻鼻涕眼泪都糊在一起 还继续喝 我也我也 我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啊 好吧 那大部分呢 喝喝醉酒之后呢 脚步亮相站站不稳啊 然后呢 然后脸稍微啊 醉言醉语啊 这当然都都常见 那我要是酒喝多了之后呢 我大概就睡觉 跟我喝酒 你大概知道了 就是 当我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就就趴下来 就不讲话了 那当然就 之后呢 可能就很很容易吐了 这个这是我的反应 我这每个反应不一样 但是 对我来说 我我最少知道 我醉了 那 我不开车 要不然就是呢 让家人开 要不然呢 干脆就不开 但是 人家知道有 有有很多人 他喝醉酒之后 他对于 不能开车这件事 事情 他已经 他不是选择性的遗忘 他基本上面就 就就完全就失控了 有摩 有摩托车照样踩上去 然后呢 开车的照样的开张 所以经常呢 这些酒驾肇事 被逮到一侧 什么零点二五 经常在一以上 那个基本上 那么血血管里面都是酒精啊 酒精浓度这么高 他照样开车上路 没有没有被他撞到 算大家运气好 好 那你现在说要重罚 因为只要 现在的现在的修法 就是说呢 只要达到零点二五 不管有没有造势啊 一律呢 要宣告没收车辆 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被逮到酒厕零点二五 不管你有没有造势啊 有没有有没有碰到人 只要被逮到 今天在在这 这个就说呢 酒驾拦减的地方被被逮到 一侧零点二五 抱歉 你现在的坐骑 你现在开的开的车 管你开的是宝马双逼 管你呢 开的是跑车 啊 我想到的时候呢 不经的倒抽一口冷气 如果呢 开的那种的超超跑 又被逮到 哦 那你的 那你的 那你的心一定会非常非常痛 这个没收 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limit 比如说 比如说没收 多少价值的车 因为有的车的价格不一样啊 那种国民车 国民车四五十万就就就就有了 但是如果开那种超跑 说双逼的 那种双逼的车 基本上入门车也都要 也都也都要一百多万 那如果你开的是超跑 那个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三四百万以上 是跑不起来的 那如果如果这 开这种车 然后又酒驾拦减被逮到了 那个整辆三三四百万 那甚至更高的金额就没有了 这个也 也蛮可怕的 好吧 那当 就是告诉你0.25就没收 0.25 0.25是什么感觉啊 0.25 你大概喝个 喝个 喝个两 两 两三罐的啤酒 当公的秘乳 大概呢 就一定有 但不只是酒驾了 酒驾因为 因为有酒精 比较容易测得到 但是对于人的 人的这个判断力来讲 不只酒驾 包括失眠 或者睡眠不足 我之前讲过就是说 我觉得除了酒驾之外 我们为什么对于 对于就是说这种的 劳动的标准 要非常的在乎 因为你虽然没有喝酒 可是如果你持续17个小时工作 没有休息 你的 你的反应能力 跟 酒精浓度0.15 的喝了酒的人的反应能力 差不多 所以17个小时 其实就已经达到酒驾的标准 如果到20个小时 那其实你跟0.25的酒驾的反应呢 也差不多了 好 但现在虽然说要 要重罚 那甚至于说呢 不排除 就是说呢 干脆 就是最终的可以判死刑 就累犯了 如果再撞死人 可以判死刑 那我只觉得这种的 这种的立法的方式 立法是要有哲学基础的 立法是要有 有比例原则的 那 酒驾 该怎么处理 累犯 该怎么处理 跟酒驾累犯之后 是不是 可以判死刑 那是两回事 尤其现在的法务部 我不懂 我不懂 因为算不久之前呢 执行了一个死刑 可是 这个政府不是一直在费死吗 我不希望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些的 一些的费死团体呢 碰到呢 这样 因为这是我要讲重点 就是我不希望我们的费死团体呢 碰到这条 就是说刑法有关于酒驾重罚的 这个条文修改 太沉默 怎么会有现在的修法 还想要去判死刑 台湾 尤其民进党 不是一直都努力的朝着费死的方向走吗 牢里面的死刑犯都不执行了 我想所有的死刑犯呢 现在最怕选举了 因为每次的选举快到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有人被拖出去避 这些死刑犯本来没有选举的时候呢 他牢里面的活都活得好好的 没有人去执行 他除了不太自由以外 他的命可能比人家长 日子可能过得比人家更安定 但是一到选举的时候呢 为了要杜悠悠之口啊 为了要唤起民心啊 就可能会有人拖出去避了 本来过去你想 整个的民进党政府 包括蔡英文 基本上面呢 都是主张费死的 但是 现在为了要 看的是自己的选情不好 一样 把死刑犯呢 拖出来避一个给大家看看 好可是毕竟呢 我上讲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嘛 一块一块呢是台独 另外一块呢 是反合 那 台独反合 其实 那个神主牌那两面的背面 背面呢 也有字 背面呢 写的 废死 挺同 所以 反合 台独 挺同 废死 你可以说民进党 两块神主牌四面 的四个主张 但是 一直都在灌输 所谓的废死 但是现在呢 当自己执政的时候呢 自己的法务部 竟然呢 在修改刑法的时候 准备把这个酒驾的雷犯 最终要处于死刑 这个会有会有法官去去执行吗 现在现在法官连死刑都不太判了 判了之后也也没有人执行啊 所以立立这个法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纯粹呢 就只是这些 法务部门 划纵取宠 对自己的信念 没有一致性 法务部长 其实应该要出来讲一讲 到底现在对于所谓的废死 是什么态度 而不是让 让这些 待在牢里面的四十几个死刑犯 都好怕选举 2020选举 又快到了 其实那个又开始 醉醉不安 因为想着下一个被拖出去都不晓得会是谁 好像要抽签一样 你要知道坐牢当然是很不自由 没有人喜欢坐牢了 可是坐牢的生活很正常 我私底下我常常举孙安佐做例子 孙安佐现在身高180 我爸算了一下 虽然我不认识孙鹏迪英啊 迪英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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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化妆间 大家碰过一两回 但不认识了 那 孙安佐 孙安佐在美国在坐牢前的时候 身高 我看媒体的报道了 他之前168 169吧 个儿不高 你要知道他坐牢的时候 他已经到美国去念书了 大概178岁了 那178岁 其实以男孩子发育来讲 已经差不多到尾声了 基本上面 很多男孩子呢 到了16岁之后 156岁之后 大概都不太长 顶多再冒个一公分 很了不起了 男孩子主要的成长发育期 大概会在14岁左右 女孩子更早 好 可是孙安佐呢 在在在美国呢 待在牢房里面呢 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长了十公分啊 你要你要知道 178岁长十公分 是不得了的事情 你你如果说 你是134岁的时候 你说我一年长十公分 我觉得那合理 人啊 到了我们这年纪 大概依稀都还记得 曾经在在那个 在那个年少的 某一个阶段的某一年 我一口气 一米大一寸 每天晚上起来 都觉得呢 自己的身体呢 又膨胀了 又长高了 可是孙安佐在 178岁的时候 一年长十公分 我当我私下 我开玩笑讲 我我说 如果要 要让孩子长高 吃长大人是不好的 注射生长基数 也不见得有用 现在父母亲 都很在乎孩子身高嘛 觉得孩子的身高不够 我就觉得 因为 因为身 因为成长发育 是有时间性的 过了之后 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 现在呢 去测古龄的啦 去打生长基数的 那个 你如果到这个小儿 什么小儿 成长科啦 应该吧 那应该 应该叫做 叫做小儿 成长 跟成长发育 有关的科别医院 大医院去看 那个门庭若市啊 那些医院 那些医生 像夯的不得了 有几个很夯的医师 你那挂号都挂不到 好 那 父母就很在乎身高 但是 你去打生长基数 你会觉得 一升级跟他说 这个这个打下去 应该会有效果 但是那也不是百分之百 而且可能会有副作用 那去 去买 去买中药 当大人 尽量尽量吃 尽量你给你给你捡 吃乌肉 早睡 那那个效果 可能也有 也有限 其实生活规律最重要了 其实在成长发育期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生长科的医师 我如果跟他们聊过 我问他们说 什么因素呢 是最影响到这个阶段的生长发育 除了遗传因素以外 可是我也看到很多个儿不高的父母亲 孩子高强大 不同的世代营养的水平提升 然后呢 这样生活正常 那个好得不得了 比如说林叔好 他爸妈都不高啊 16 16几 15几啊 可是林叔好 190啊 他弟弟也在打了 也超高啊 那 你看孙安佐之 之前 到17岁 160几公分 不高 可是坐牢 10个月 在在里面 谁也看不到 那每天呢 准时起床准时睡觉 也没有什么夜生活 也没有什么乐子 吃呢 就像他出来 出来秀 秀给大家 大家看的 他们在牢 牢里面吃牢饭一样 吃了呢 也不怎么样 反正 有些什么弄 弄什么嘛 可是就是生活正常 长高10公分 而且在在牢里面 练身体 练得像多壮 所以如果你希望 孩子 长高 长壮 坐牢最好 不是啦 我不是说叫大家去 去坐牢 我是说像坐牢一样 维持 很好的生活 纪律 正常的生活 你就会长高 长壮 好那现在 酒驾要法 要要重罚 要加重处罚 我都不反对 可是要不要 拿死刑出来吓人 你就要定了法 第一个跟你 跟你现在的 现在的政府的 主流的思维 很明显的背道而驰 可是你的刑法的修法 你要你要丢到立法院 我就看这些平常 在立法院里面 高唱废死的 这些立法委员们 你们要怎么表态 这条法律 要不要让他过 第二个 你根本这么多的死刑犯 在牢里面都不执 都不执行 然后你把这种的难题 你要丢给法官 执行死 死刑是法务部的工作 不是法官的工作 你法务部定了这种的 最终要判处死刑的法律 可是你自己又不执行 那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法官去判死刑吗 法官当然不不判 判了干嘛呢 判了你又不执行 有损应得 可能也也没有人愿意 愿意呢就觉得你又又不执行 然后然后我判了之后 然后呢觉得自己的心里面 怪怪怪的 法官也是人 所以这种的法律我不是说 加重处罚好或者是不好 他有很多是执行面的问题 有很多是酒驾的行为 基本上面他是一个心理上面的病态 那这种病态呢怎么样去处理 他基本上面 是社会病理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说 这样子一个法律 在一个主张废死的政府 一堆的主张废死的立法委员 唱高调的立法委员 要怎么去面对这条法律 不要划众取宠 不管是立法者 不管是修法者 不要划众取宠 不要几时奉塞几时准 觉得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反酒驾 名气可用 我就把法律定漂亮 但最后没有办法执行 背离自己的信念都无所谓 你到底主不主张废死这是最重要的 进广告回头聊 这是今天的联合报了 我刚刚讲的酒驾的这个是苹果 苹果日报 你如果有看直播 你就不能看到我手上的报纸 顺便让大家参考一下 你看联合报 联合报的 昨天韩 昨天韩国瑜开了四次口 那个已经 你看韩国瑜非常非常气啊 他在呛谁呛 陈吉仲 呃 陈吉仲现在是农委会主委 福正 福正的农委会主委 原来的农委会主委 是宜兰县县县过来的林冲贤 那因为这次农业县县 雪的太烂了 那 林冲贤呢就把 把吳云宁干掉 然后呢 他也自杀了 我我我我所謂自殺就是也也也離開了政壇 好那成績中的就扶正他現在是農委會主委 那 他昨天呢在昨天在立在立法院裡面 因為高雄市長韓國瑜呢到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呢去訪問 那跟新加坡的業者跟馬來西亞業者跟新加坡業者呢簽下了多筆的這個農產品的採購的訂單 民進黨立委台南的這個民進黨立委陳廷飛呢昨天就質詢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說哎那個韓國瑜簽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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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啊那是新的通路嗎 所以以前沒有的通路嗎 陳吉仲回答說去年就有了啦 意思意思就說韓國瑜要不起來以前那個通路就已經通啊 那韓國瑜就罕見的動怒隔海四次嗆陳吉仲 好吧那陳陳吉仲呢陳吉仲也回應說他只是講出事實 沒有想到韓市長的反應這麼大 他說不會對任何人口出惡言 只要願意把農產品賣出去農委會都非常的歡迎 好那韓國瑜說昨天呢 昨天的這個這個這個批評呢 呃 屁呀什麼反正你就就知道韓國瑜做昨天的昨天的暴怒啊 語氣很很很嚴厲啊 那很多隨行的官員都都嚇了一跳 好甚至於在簽約的時候 致詞的時候呢 餘怒未消啊 公開呢 感謝新加坡人幫忙拉訂單 讓他很感謝 但比起國內有一些酸言酸語啊 品格高下立判 那 韓國瑜呢 適度的回回向陳吉仲不應該在國內唱衰扯後腿 應該要 祝福 鼓勵呢 在外面的搶搶訂單的人 那新聞局長呢 王儆就說呢 通路交流呢 當然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面 在爭取更大的效益價值 那韓市長呢 這趟行程呢 是超倍數的增長 他裡面提到一些數字啊 他說高雄去年農漁產品出口馬來西亞呢 一百萬 這次一千呢 就是一年一億一千多萬 去年呢 高雄出口新加坡呢 只有七百五十萬 這一次他們一年簽了四千六百萬 而且都是長期訂單 所以呢 許多未來合作的可能性呢 更大 那韓國瑜在新加坡呢 宣傳高雄的觀光記者會之後呢 受受訪 你看記者圍著他 韓國瑜呢 韓國瑜就是他 他一氣的時候講話呢 就很就很急啊 那他說 你在說陳吉仲啊 我們來或不來 效果是一樣的嗎 我們是白來了嗎 我們不來也會有訂單嗎 照陳吉仲的邏輯都是如此 所以陳吉仲的 所以在陳吉仲的嘴巴 韓國瑜永遠是個屁 是這個意思嗎 到底誰講話才是個屁 大家去思考一下 好吧我把我把 我把這條新聞 因為我 我我我準備了幾天的時間了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分析一下 我也我覺得也可以給 給給高雄市呢一些的 一些的一些參考 韓國瑜講到了一個 呃 沒有這是這是王淺秋提到的 他提到的一個一個重點 就當我們看到說 在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 簽了一筆這個一億的 這個一年一億的MOU 我看到不只陳吉仲啦 包括 包括林卓水啊等等 都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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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啊 都在都在嗆韓國瑜 一億啊很多齁 一億新台幣喔 我還有一億美金 那一億新台幣很了不起嗎 他說我看不起韓國瑜 好那一億新台幣的出口 對啦可能很多有有錢人來講說 一億算算什麼 我不知道多多少億 一億的出口也不算什麼 台灣台灣一個月的一個月的出口額 兩百兩百多億美金 很正常的美美金啊 你還換成你還要乘以三十一啊 基本上呢一個月的出口額 大概大概大概七八千萬 七八千億美七八千億新台幣 那你你說你一年前一億的農產品出口多嗎 不多 不過他不是這樣的看 第一個就是說 就像高雄市政府講到的 高雄市去年 高雄市去年出口到新加坡 只有七百五五十萬元 那去年的農譽產品出口到馬來西亞 一百萬元新台幣 我去年出口一百萬 我今年一千是一億 我成長一百倍 這多多不多當然很多啊 當然非常多 第二個你說啊那是因為高雄比較比較差 台灣並沒有並台灣出口並沒有那麼差 你知道台灣 台灣出口到馬來西亞的農產 比如我們現在在推新南向了 我覺得韓國也不要生氣 陳其中呢也不要覺得呢 自己只是舊事論事 我認為陳其中也沒有舊事論事 你話只講一半 那個通路或許本來就就就有通 但是通多少 我的血管是是通的啊 但是血管阻塞呢那也是慢慢的 所以血流的速度 夠不夠快 那還是個問題 那 我看到的比如說像2011年 2011年 台灣出口到馬來西亞的農魚產品 當年創新高 你知道創新高是多少嗎 創新高那一年出口到馬來西亞的農魚水產品 加起來總共 兩百多萬美金吧 兩百多萬美金 算了一下大概 大概大概六千萬左右的台幣 一年 六千萬左右的台幣 全台灣呢出口到馬來西亞六千萬的台幣 那 韓國瑜如果光高雄市 一年可以出口一億 比全台灣一年都還多 那是不是很多當然很多啊 好那你說2011年舊了 好吧我們再看2018年 我看到2018年最新的數字來講 台灣好像出口到馬來西亞全年的農魚水產品有成長 大概到將近將近三億 三億台幣 可是那還是全台灣呢 那個農魚續產品全全台灣加起來大概將近三億台幣 印象中好像 好像好像大概到到七八千萬美金吧 好但是就算是這樣 韓國瑜馬來西亞一筆訂單一億 還是很多啊 對啦韓呢韓國瑜可能會覺得說我 我出去把這些東西推出去 這是過去從高雄的角度來講 因為高高雄去年賣到賣到馬來西亞才一百萬 我韓國瑜出來賣一億 結果你還在國內罵我 那去年賣到新新加坡才只有七百五十萬 我現在我現在幾筆訂單下來五千四百萬 而且都是長期訂單 也成長了好幾倍啊 啊我到馬來西亞的我一年成長了一百倍 然後呢到新加坡的一年呢也成長了七八倍 你沒有獎勵我就算了 啊你只是從黨的立場就不停在那邊酸 他聽了當然就不高興啊 那你那你會想哎那臺灣臺灣為什麼賣到 你講新南向新南向 那臺灣的農產品我們不是都很得意都很好嗎 那為什麼賣到這東南亞國家的時候賣的賣賣的這麼少 第二你要知道東南亞都熱帶嘛 熱帶熱帶水果他們自己也很多啊 我們常到東南亞去玩 然後呢 蘆蓮啊 山竹啊 香蕉啊 你要木瓜啦 椰子啦 芭樂啦 蓮霧啊 都也有 人家也不缺啊 雖然我覺得我們的品質真的好很多 第二個就是說 農魚續產品 學問就就就來了 你知道就是 我們為什麼因為出口的主要呢 你說 不管是 不管是六千萬或者是三億 絕大部分呢 都是農魚隨產品 跟我們出口到大陸一樣啦 出口到大陸呢 你會發現那個那個金額 不久之前蔡英文政府不是才剛在炫耀就是說 啊不用不用韓國魚啊 我們去年的農產品出口大陸也創新高啊 雖然你看了你 你你如果稍微做功課 功課做的深一點點 你看也知道那個那個民進黨 用韓國的話來講 有屁關係 那種真的是 往自己臉上貼金 那個就是很不要臉 因為那那個很明顯的 那基本上面就是第一個大陸的會台措施 第二個基本上針對藍英縣市長 特別去大陸呢 去疏通去鼓掌去拜託 好像他們增加採購 就像不久之前 不久之前呢 高雄的 一貨櫃的這個這個這個水果 走到了平潭 如果你只看一個貨櫃而已啊 好這有什麼大不了 第一個那那那是第一次你要知道兩岸之間走貨櫃 那本身就很不尋常 第二個他先到平潭 平潭那邊的現在設了一個台灣農產品的 那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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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就是 就是有點就是台灣的農產品的配售中心啊 以後呢台灣的農產品要進口到大陸的時候先到平潭在在那個在那個拍賣的中心呢集中了之後呢拍賣那全大陸各地的業者要買台灣農產品的就到平潭呢來喊價來拍賣他等於去平潭的那地方設了一個一個台灣的農漁水產品的總銷售的銷售銷售點好那我說但出口到東南亞的這麼少你講的南下 但那是講了半天那出口這麼少馬來西亞尤其少可是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這講到就是說東盟有十個國家陸上十個海上五個海上的五個是哪五個海上的五個是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問來菲律賓馬來西亞是個回教國家人口三千多萬比我們多一點 印尼有兩億多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回教國家回教國家穆斯林吃的東西那個是很講究的他們呢有所謂的清真就有有所謂的就可蘭經的律法可蘭經裡面的對於飲食的這些這些戒律的標準是很很嚴格不是只有針對豬肉啊各種的東西他都有一定的戒律 那馬來西亞從2006年之後把建立呢以馬來西亞為標準的所謂的飲食的清真清真清真是啦清真認證就是回教認證當作是他的國家的發展戰略 他甚至成立了一個的專屬的機構好吧那把列為這國家發展戰略 那你就你就知道如果你想要把你的把你的濃於水產品這種吃的東西 要賣到回教世界你不妨就把馬來西亞當作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我覺得高雄如果能夠呢把自己的食物朝著清真認證的這樣一個角度去發展 讓讓所有回教世界的人覺得買高雄東西很安心 透過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啊 台灣我常說到現在為止台灣有這麼多的印尼的這些的勞工然後有印庸在台灣 可是我們都沒有在乎人家在吃什麼 也沒有專門為為他們打理符合他們自己的情感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的戒律的食物 有的有的這些印尼的印尼的這這些的這些印庸啊等來到台灣之後沒有辦法要要求了他的雇主根本不懂這些也不在乎這些也不關心他那這些就只好跟跟著閉著眼睛 豬油豬肉什麼都東西就裝裝沒看到就就就吃了在心裡面總總是不愉快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突破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那個一億的突破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突破 那如果能夠呢發展的就是說呢清真認認證讓高雄的產品的出口到這回教世界 印尼是回教國馬來西亞回教國 問來是回回教國問來是最有錢的國家人口雖然沒有那麼多問來是回教國 你到新加坡新加坡即使不是半個大概四分之一個回教國 他回回教徒在那地方活動也很多 菲律賓呢菲律賓雖然說是天主教國可是他的南邊一直都有動亂的明達那爾 都是回回教區 基本上你也可以說菲律賓是三分之一個回教國 東南亞基本上面是地球上面回教世界的大本領 今天如果韓國要推南南合作台灣如果要推南向 你就必須要考慮到這個回教世界本身的他們的思考跟他們的文化 推展清真認證的食物 高雄的濃郁水產品台灣的濃郁水產品才有機會嘛進廣告 865分45秒還有一分多鐘的時間 今天各報的大概也也都有這樣一條的新聞就是 國民黨的總統的 提名初選 那現在七三制的派版 OK啦可以可以可以理解啦 就是還還還是回到原來呢 最 呃最 最基本的最保守的機制 他們就是七成民調三成的黨員票 好那不管是七三制或者全民調等等 我之前講過就是說以現在的民意的氣氛來講 很現實啦 就是說雖然我我訪問吳敦義我都我就對吳敦義我有 我有我個人的理解 啊 甚至同情 就是他是一個沒有沒有沒有受到正確評價的政治人物 可是 可是 民主政政治他就是很現實 就是比人氣嘛 人氣強的 反正秋秋風少少落葉 跟跟這些的跟這些的演藝人員一樣 你說誰誰歌唱的比較好他為什麼不紅 誰戲也比較沒有道理的就是人人氣 當然有他道理啊 但是基本上就就不是單純的這樣講 好那現在 七三派一派版定案 如果照照這個初選的話以現在表態者來來講 那大概就是朱立倫了 那但是因為現在又又拋拋出所謂的因為 因為周錫偉周錫偉不久之前我也訪問了我訪問他是是有是有梗的 因為我的我我知道他其實 接下來就對政治呢可能會有很多的很多的表達 那周錫偉說要兩階段初選就第一階段的其實 即使不管是誰呢出現了七三次出現了之後 但是發現的民調呢還是呢不贏贏不了贏不了蔡英文或者柯文哲的話呢 那必須要呢在在在跟呢會贏的再比一次現在會贏的只有韓國瑜啊 那韓國瑜說呢他會有一個決定 對啦韓國瑜現在態度呢就保持這樣就就好了 但什麼時候決定還不知道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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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